在五六个月前 费介身边的一位学徒便曾经卖出去一个药方 而且这个药方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金钱好处 他把这个方子卖给了京都出名的回春堂 而且卖的时候格外小心 没有在方子上泄露半点线索 也没有露出面容给对方看到 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已 在四个月前 这名学徒忽然患了重病 或许是常年接触毒物而被感染了 几番治疗无效 在床上咳血死去 而在那名学徒死之前 回春堂就已经凭借那个药方 成功的研制出了第一粒药丸 在某个实验品的身上确认了疗效以后 回春堂的老掌柜极其英明的 将这种药的存在变成了回春堂最大的秘密 然而却根本没有发现那个药的副作用 他知道京都里很多王公贵族需要这种药 这是回春堂在京都大展手脚的平式 那位老掌柜当然不会傻到让药方泄露出去 而只是通过隐秘的关系送了一颗给背后的东家 回春堂的幕后东家是太常寺一位六品的主寺 这位主寺大人一向极为小心 没有让自己与回春堂的关系透露出去 当他确认了这个药的效用之后 一股由内而外的激动顿时占据了他的容颜 太常寺负责皇室宗室的相应事宜 在宫中走动极多 当然隐隐知道东宫太子这些年的所谓隐集 这位主寺隐隐看到了自己飞黄腾达的可能性 然而却又不甘心仅仅做一位上药人 所以他拐着弯的寻到了另一位宗亲府上 送上药去 当然没有言明是自家的药堂研制出来的成果 只是说几番苦苦追寻 终于在东夷城的洋货里找到了这个药 那名宗亲听他一说 自然是眼前一亮 太常寺主寺自然说自己并没有药方 需要不断的去寻找 他心里的盘算想得清楚 只要这药一直在自己的手中 东宫里的那位贵人就会一直需要自己 那自己如今的前程 将来的前程自然会远大起来 那位宗亲心知肚明这位太常寺主寺心里想的是什么 却也并不点破 屡须微笑数据赞扬数据 只说这药自己会吃 打死也不肯说药会送入宫中 彼此心知肚明 从此 回春堂由老掌柜亲自研制炼制的庙单 经由努力寻找的太常寺主寺努力 送到了需要药物补充体力的宗亲府上 在经由隐秘的渠道送入了皇宫之中 伴着茶水 送入了太子爷薄薄的嘴唇里 十日一例 未曾中断过 这一切事情做的都很隐秘 就算有人查起来 也随时会在某条线上断掉 然而这条线上的所有人都不清楚 从一开始 这条线上的所有关系 所有可能性 都是被人算好了的 他们自以为隐秘 自以为万事皆控在手 岂不知他们自己 其实都是被人控制着的族子 在小院之中 范贤扔下了陷入苦思之中的王启年 走到了井边 邓紫月一直在外候命 见他此时空了 赶紧上来禀报 脸上很自然的流露出几丝不舍 与小小的紧张 他明日便要远赴北齐 接替王启年 北方密碟大头目的执思 这个执思虽然名义上 是在四处的管辖之下 但是一直以来 都是直接向院长或者提司负责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严冰云之后就是王启年 王启年之后便是他 他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的能力并不在这方面 只怕在北方形势 教诸前面两位大人 都有不小的差距 所以他很诚恳地向小范大人 请示此行应该注意的事项 全天下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亲戚 这个瞒不过北齐人 也不需要瞒北齐人 只是你不像王启年一样 可以随时甩掉身后的锦衣卫 所以你要比他更小心 所以你要习惯扮演一位 外交官演的角色 做间谍有很多种 小岩公子当年是暗爹 王启年是明暗参半 你则只能做明蝶 没有特殊情况 不要动用北方的网络 相关文书来往 用密信经游路便好 你足够细心 有很多情报 其实不需要暗中打听 只需要多参见一些宴会 与北齐的贵族们 多聊聊天 便可以察觉 邓紫月 邓紫月微微一正 小范大人这个新鲜的说法 顿时在她的脑子里 开启了另一扇门 间谍 不去偷听也成吗 现如今呢 两国间是蜜月关系 一切以此为宗旨 不要把北齐人的面子 削得太狠 邓紫月点点头 问道 那 北边的网络怎么梳理 我的身份太明 您先前也说了 我不大好去接触 明文还是灵静啊 现在应该还在上经理 怕是老人了 我向你交代注意事项 一一级 我已经私下与你说过了 只是那个地方你不要去 如果有什么交代 你去找司折 他手下有经商的网络 传递消息到第一级 比较方便 邓紫月知道 那个第一级 便是小贩大人 前些天私底下说过的邮件 心想大人 这个安排到也妥当 点了点头 有南下给我的私人消息 从夏明寄走 马上爆料楼 在上街的封号也要开了 到时候 我会交代他们联系你 邓紫月心想 大人已经安排头了 我确实不需要太花心思 范贤看着他那张平静的脸 心里却是涌起了淡淡的歉意 让邓紫月这么亮明身份去北齐 其实为的就是让他不方便接触北齐的蝶网 而让弟弟有机会在这里面伸个手 同时再让抱月楼夹杂进去 邓紫月不曾怀疑过小贩大人的心思 而范贤却是存着一个有些荒唐的念头 看能不能把沁国的北齐密碟网络 全部变成自家的耳目 这个网络对于范思哲的生意 对于他与北齐方面的交易来讲 实在是太重要了 范贤抬头看了院角那个赤裸着上身 再砍柴的年轻人一眼 那名年轻人生得糊糊又生气 只是眉眼之间油纯青涩 不知多大年纪 邓紫月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 这我没说到 海棠姑娘自然可以安排 只是 北齐人知道后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北齐人的想法和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把人送过去而已 可是 把他送还给斯里里 以后怎么控制 他是范贤的亲信 当然知道当年提斯大人 硬生生从院长大人处 把这个年轻人抢过来的故事 而且也清楚 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 这个被关在小院里快两年的年轻人 其实便是如今北齐贵妃娘娘 斯里里的亲弟弟 控制分很多种 我现在不需要这种方式 所以干脆落个大方 大家彼此间合作起来也舒服一些 范贤笑着说 心里却在想着 我与北齐间的利益 早已搅在了一起 一个人质在又不在 其实分别并不太大 斯里里的弟弟 早已丧失了当年的重要性 邓紫月再无异议 那是最必有此利益 早已 queremos 我们要一 Hart 一估论 请 我们下价 我们下午 开始 action